老和尚慈悲 诸位师父 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 大家好 好意好 昨天我们说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兴趣 用离六道得生佛前 这个得生佛前 我们还没有说完 昨天提到 你决定要出家 才能够往生西方 那这个出家的含义 是什么呢 出家有内心里的出家 还有外向上的出家 现在墨学 就把这个出家的含义 向诸位菩萨详细地说 我们莲宗第八组 莲识大师 曾经做了一个出家四料建 把修行人与世俗人 归纳为四种 莲识大师说 有出家出家出家 出家在家者 在家出家者 在家在家者 这是莲识大师所做的 出家四料建 莲识大师 做这个四料建 有他的痛心 他希望 修行人 看到这个四料建 能够有所谨测 我们也应该 要好好的体会 刚才说到的这四种出家 每一种的前两个字 那都是指外在的形象 后两个字 是指内心的世界 比如说出家出家者 就是指身体出家 内心也出家 其他的依此类推 现在我们就先说第一个 身心都出家的出家出家者 莲识大师说 处于其然 终生精进 无一念 卸退者 出家出家者也 这是莲识大师 所赞叹 最标准的出家人 最尊贵的僧宝 真正能够单喝 如来家业的人天师表 这在历代以来 是很多的 如莲识大师 偶艺大师 近代的世界和尚王 虚云老和尚 还有恩师常散叹的 台湾老和尚王 广青老和尚 他们那种 冰清玉洁的品格 护法卫教的 着意苦恨 以及菩萨 美毛脱地的精神 在在处处 都让我们感动得掉眼泪 真正是一切众生 法生会命的医指处 然而 实当末法 这些善知识 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那在这个末法之中 我们要依靠谁呢 诸位 我们的恩师 上庙下联老和尚 是当今善知识中 最圆满的出家出家者 所谓 处于前栏 终身精进 无一念退堕者 前栏就是道场 老和尚不但是处于道场 更是创建道场 住持道场 这个道场 真正是有道哦 老和尚从年轻的时候 就在香港闭关二十年 悦上念佛 勤修二十次播周三昧 后来来到了台湾 为了创建道场 为了接引信众 教导弟子 半夜十二点 官房内的灯 还是亮着 可是隔天 两点四十五分打板 老和尚还是照常陪着常驻大众上早课 十几年来都是如此 就是到了九二十二一大地震之后 老和尚八十岁了 他还说 为了一切众生 我赴汤 我赴汤到火也要重建灵炎 已经身重病了 却还发愿要避三年的法界观 为法界众生 当然 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 甘愿把自己的生命 牺牲掉 以自己的生命来布施给众生 所以诸位菩萨 看到老和尚上来 不是欢喜而已 更应该感恩 老和尚从年轻的时候 精进到现在 这一路的菩萨道 是顺利无阻的吗 不 之中有种种的磨难 使老和尚伤心难过 纵观老和尚的一生 无非是为众生付出 为众生而受苦 不要说舍弃身外的明文立养 老和尚连自己的色身都舍了 以自己的色身 来为众生单夜受苦 虽然是那么的辛苦 但是老和尚还是愿意 为一切众生而注释 始终未成退失他的菩提心愿 在座的诸位师父 乃至想发心 跟随老和尚出家的居士大德们 大家要学啊 学习一代高僧的行仪 自己的师父 还有什么学不到的 你能够学到老和尚的一点点 告诉诸位 你的成就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古人说 顺和人也 与和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地学 学习做一个真正能让众生 依靠法生会命的僧宝 出家出家者 好 以上 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出家出家者 再来说 出家在家者 所谓出家在家者 顾名思义 就是身虽出家 心没有出家 身虽出家 心不入道 连词大师说 处于其难 无父母妻子之类 而淫淫名利 无异俗人者 出家在家者也 这意思是说 虽然剃了头 住在道场中 没有了父母 妻子家庭的累赘 但却还是 整天在名利 权势 武裕上精打细算 勾心斗角 简直跟世俗人 完全没有两样 甚至搞得比世俗人 还要离谱 出家本来是一件好事 十方诸佛 都是赞叹出家的 老和尚常告诉我们 在家菩萨修行难 出家菩萨修行义 佛陀更告诉我们 在家者有障碍 出家者无障碍 在家者是幽悲恼处 出家者是安乐处 在家者是戏福处 出家者是泄脱处 在家者魔王爱念 出家者魔王恐怖 在家者增长烦恼 出家者泄脱烦恼 出了家是要做什么的 老和尚常常告诉我们 着了袈裟是更多 出了家是有责任的 要能够为佛教传灯蓄会命 为什么要舍弃家庭 是为了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专心地 修福修会 在自己的烦恼习气上克服 将来到夜成就 能够救一切众生的苦 这是出家的真实意 不是让你在佛门道场中 闲得没事干 胡作非为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像出家人说话做事 都可以不用负责任一样 真是败坏出家人的形象 难怪印祖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要极力地反对人出家 就是因为有这些佛门的败类 印祖是骂得很凶的 印祖说 若或稍有信心 无大志向 欲借为僧之名 游手好闲 赖佛偷生 名为佛子 时事昆明 什么是昆明 就是牢狱里的犯人 古代的犯人都是要被剃光头的 印祖骂这些 不在道上用功的出家人 叫做昆明 印祖还说 众令不造恶业 已是法之败种 国之废人 倘或破戒造业 移入佛教 众令升逃国法 决定死堕地狱 于法于己 两无所益 如此则衣上不可 何况众多 出家人出了家 不在道业上精进 又不研究佛法 吃了巨头鲜鲜 但说人间杂话 谈吐当中 没有一点佛法 这样的因果 怎么了啊 内心 没有真实的戒德庄严 等到被人家 指责了 被人家看清了 才在怪人家 说是非 称心奋起 言语害人 诸位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印祖当年 阻止人出家的时候 是多么的痛心 他难道不知道 出家好吗 他知道 可是这样的出家人 对佛法到底有什么帮助 在佛门中 争名夺利 搞是搞非 这只有加速佛法的灭亡啊 老和尚说 宁可无人 不可无法 连池大师 对于这种 出家 在家者 做了一个评语 他说 与其做一个 出家 在家者 倒不如 还俗 做一个世俗人 为什么 出家 在家者 造的业 更多啊 袈裟下 失去人生 你一个人造业 那也就算了 不知道 还带了多少人 镶嵌入火坑 这种贡业 是多么的可怕 虽然不是 每个出家人 都能够成为高僧 但是最起码的 你要能够 安于首分的 把五堂功课 做好 要能够老实地念佛修行 做好常住的执事 虽然 不能够讲经说法 但是 你只要做到 安于首分 那就是 住持正法 将来决定 往生西方